7点12分 7点13分整 好 你现在收听的非电波网 非电早餐 我是唐江龙 民国107年11月7号 星期三 天气 我可以跟大家这几天的天气 我之前常说到了11月的时候 大概会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你在 尤其在大台北 双北地区 北台湾地区了 过日子很舒服 如果空气品质OK的话 因为这十多天的时间大概都会是干干凉凉的天气形态 不太犹豫 那你注意这几天的天气 大概就是我常常思思念念的 一年大概春天的时候 4月份的时候大概会有个几天 然后11月的时候大概会有个几天 那是我这种胖子觉得过日子最舒服的时间 好 那这几天大概就是这样的天气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 明天的天气会跟今天的一样 都是比较全台湾除了空气品质之外 大概都会是比较的干爽 舒服的天气形态 好 那个体当然早晚的天气偏凉 所以你必须要做秋冬季节的准备 流感你可能注意到周围感冒的人增加的很快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施打流感疫苗的 那我建议你赶快去施打 虽然之前的疫苗出了一点点的状况 那些该回收的都回收 能够把这些公共卫生的资讯公开是很好的 但是疫苗的施打对于你面对到秋冬季节的时候 跟流感作战这件事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除了天气之外 看一下空气品质 空气空气 OK 好 我看到了 那空气品质的部分 今天的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网站上面来讲 拉出来拔就很多了 那连续几天的时间 那因为没有雨 没有雨之后 那我对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就很担心了 很典型的中南部的秋冬季节的 这个很糟糕的天气 在这两天就回来了 那环保署今天一大早 在这个网站上面挂满了Bar 那环保署提醒 今天第一个竹苗地区 还有高屏地区 一大早橘色警戒 但是在中部 整个中部跟云嘉南 还有高雄的桥头地区 一大早已经红色警戒 一大早 现在七点钟的时段 理论上来讲 悬浮物都还没有出来 但是已经红色警戒 今天从台中开始 到高雄地区 大红灯笼高高挂 早上七点钟的时段是这个天气 那可以预告就是说 今天白天的状况 可能会会更糟 亮红灯的会更糟 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大概这个很糟的空气品质 明天也会持续 所以除了北台湾 几乎全部绿灯 然后东部地区绿灯之外 那刚提到了 从竹苗开始 往南一路延伸到屏东 空气没有一个地方好的 尤其是现在台中市 已经五个监测站了 已经三颗红灯 两颗橘灯 那在南投 在彰化 云林 台南 嘉义 高雄 这些地方都一样 现在呢 都是橘色以上的红色的灯号 所以今天 大概会是今年入冬以来 一大早七点钟的时段 空气品质最糟的一天 所以早上出门上班上课的 记得呢 做好个人的防护 因为空气品质 你说七点张空气怎么样 我不能说会怎么样了 但是我长时间 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 不厌其烦的提醒 就是因为 它是真正的慢性病 等到你会发现 周围的人离癌的 尤其是肺癌 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病 包括心肺 肾功能 肝功能等等的 出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追究原因的时候 再讨论空气品质 就来不及了 好这些呢 让大家在今天呢 做参考 还有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今天24节期的 立冬 那上个节期呢 是双降 我们讲到双嘛 月落屋梯 双满天 那已经是呢 深秋时节的 这种的气味 那双降呢 是24节期 秋天的最后一个 那今天 立冬 那是呢 进到了冬天的第一个 到了11月 就是冬天了 那立冬 在闽南话来讲呢 立当包翠康 那这一天的时候呢 包翠康的时候到了 所以今天我估计 市面上面 油肉楼等等 那个大概 大概又开始呢 像往年一样 门庭弱势 大家就是 总是觉得要 要应景一下 好这个也不坏了 那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如果你要 你要播翠康的 那你要 你要早一点 可以助文 不要到了下班的时候呢 才开始准备 你可能排队 甚至买不到的东西 那可能会呢 让你觉得呢 比较尴尬一点 好今天立冬 那大家都有补冬的习惯 冬天进补 好来年打虎 这个大家就说 你冬天进补 身体就很强壮 好那隔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去上山呢 打老虎 好那立冬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食补 用来补充元气了 就准备要呢 抵抗了整个冬天的寒冷 这是立冬的时候呢 补冬的概念 好那大家一年的辛苦的 辛苦的劳动 到这个时间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呢 到这个时间呢 也已经结束了 所以立冬这天 要休息一下 犒赏自己呢 跟一家人的 一年的辛劳 所以立冬在 二十四节系当中来讲 是有很特殊的 含秋收冬场 冬场开始 大家都准备 要休息了 传统的农业社会 好来回到呢 节目的单元 星期三的时间 长时间非得早餐 星期三 那我们把比较多的 这些呢 财经 产业 科技 这方面的资讯呢 摆在星期三的时段 那除了提供 听众朋友们呢 能够呢 能够吸收到更广泛 因为现在商业的 商业其实是 无孔不入的 在你生活当中来讲 你的每一天 从早到晚 绝大部分的这些行为 大概都会跟商业呢 站在上边 好因此呢 对于这些呢 商业啦 行销啦 科技啦 或者产业啦 这些的课题 那在生活 不只是当中 生活的这个基本的 知识 基本资讯的一部分 对于呢 从事商业活动的 经商的人来讲呢 那更重要 好 那今天 介绍一本 一本书 当然 我的重点 通常 通常不只在书而已 而在于书的内容当中 能够让 飞铁早餐的 听众朋友们呢 能够得到呢 更完整的 这些呢 在主题上面的资讯 好 那这本书 日本经典品牌 诞生物语 这个对台湾的 台湾的民众来讲 你可能大概对于 日系的品牌 你会如属家政一般 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食衣住行 尤其台湾曾经 日本殖民50年的时间 留下来的 对于日本 以及日本品牌的信任度 以及亲近感 那个是非常强烈的 甚至于是日本本土以外 可能呢 对日本的品牌 忠诚度最高的 好 因此在谈所谓的 日本经典品牌 诞生物语 当然这不是说 因为清日 因为喜欢日本 所以日本品牌都好 不是 而是因为这些品牌 不只在台湾 在日本 而是在全球行销的时候 他都非常的powerful 好 那这些品牌是 如何诞生 如何经营的 这点可能是 台湾的许多 从事行销工作 从事企业 商业经营的人 大概都很好奇 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 非常强大的 那消费者 非常喜欢的品牌 好 那这本呢 日本经典品牌 诞生物语 来 今天呢 我们把作者呢 请来我们的现场 作者李仁毅 仁毅欢迎 唐先生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好 那李仁毅他 我问他说 你现在 因为我跟他聊了一下子 我发现 你做过的工作还真多 是啊 没错 就是我在广告公司 台湾电通 就做了差不多20年 那之后的话 还历经过媒体代理商 然后到台湾最大的 烘焙原料进口商 德麦食品 担任行销副总 那之后的话 就是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 包括就是有一年在上海 就是负责 Coco奶茶 它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奶茶品牌 担任行销总监 那之后 一年在北京 在大陈长征集团 担任那个 Ice Monster 这个芒果冰 他的品牌总经理 是 OK好 当然这个 在品牌的经营创造上面来讲 以及包括行销的部分 因为你在行销广告部门 其实非常久的时间 没错 已经超过快30年了 对 这个在品牌经营当中来讲 当然非常重要的 品牌不只是我要有好东西 对 建立就是说 品牌的知名度 建立了品牌的信赖度 而是在行销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如何让自己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而且是一个正面的 可以信赖的品牌 那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是的 当然现在的李仁益 他在做交通媒体 和和集团 我也看到李仁益下面 现在是选举季节的时候 大概会找李仁益 找李仁益 现在的公司大概非常多 你看到的车厢广告 等等 跟交通有关的这些广告 大概跟李仁益都有关 好 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回头看 就是说 因为这本书是东美出版 是的 东美的老板 其实很有意思 当然我认识他非常久了 他叫李静怡 李静怡是谁呢 李静怡过去 是李登辉总统的办公室的基要 其实在他的东美出版之前的时候 我已经大概20年的时间 我没有遇到过去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看到他 他办出版社 而且这家出版社东美 东美之所以我第一次会接到他们的书 因为他们之前绝大部分都是纯文学的书 是很纯很纯的文学 所以当我看到这本的日本经典品牌诞生物语 东美说 OK 东美开始在这做比较多面向的出版 但是我要知道就是说 第一个李静怡为什么写这本书 OK 好 其实除了刚刚所说的工作之外的话 其实我大约已经有快十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台湾有一本很出名的广告行销杂志叫动脑 动脑上面有一个专栏叫做日本流行快报 这个专栏是我这十年来都是由我在撰写 有一次我在撰写的时候 我就是介绍了Gurigo这个品牌 就是他那个在大阪很出名 那个高举双手的跑步人 这个看板的一个 我晓得是在那个什么桥 对在道顿爵 对对对对对 那经过那个在道顿爵 它是一个大的商城 然后你要走过那个小桥的时候 背后晚上 然后LED灯很亮的 是 那个logo 没错 那那个是等于说到大阪一定会看到的地标的一个景物 然后我在介绍 因为他刚好在改装 我介绍了他改装的一些有趣过程的时候 顺便提了一下说 那当初为什么会出现跑步人这个形象 原来是因为创办人那时候 他一直想要找一个logo 那可是他自己发想 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广告公司 结果他一直想不出来 就有一天他到公园散步 然后看到一群小朋友在跑步 然后就有一个跑赢的小朋友就高取双手 我赢了 结果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把它画下来 然后就变成google的商标 然后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快乐健康的感觉 对对对 那结果那一个报道 就是那一篇就是撰写出来了之后 就另外一本杂志社 叫做流通快讯 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流通杂志 他们就来跟我邀稿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既然这个题材 大家会有兴趣 那我就来想看 我就来写日本品牌的故事吧 那结果一整理的时候 才发觉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日本品牌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那特别我比较专注的是在人 人在这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很多品牌 卡西欧就是卡西欧 然后密之必须就密之必须 你不会感受到那一个品牌后面 人在那里面的感 就是那个存在感 那可是实际上这些人 都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那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好吧 那我就来整理一下 结果整理发觉 就是说也差不多刚好100个品牌 那刚好就可以把他们的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 那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 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创造这个品牌 的故事 然后就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就变成这本书 实际上这本书在北京写完了 好的 因为日本的品牌非常多 它是一个商业活动 非常活药的国家 那有一些的品牌 因为日本毕竟是亚洲 最发达的商业环境 那尤其他们的商业的行销 有它很独特的日本文化的味道 这跟其他国家都非常不同 我常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台湾 我们喜欢去逛百货公司 你看到台湾的百货公司 几乎都是挂着日系百货的这品牌 你看到你叫得出名字的 不管你叫它大夜 星光三月 叫太平洋搜狗等等 反正都一样 它几乎都是日系百货 你会想说 那全世界难道只有日本有百货公司 不是啊 但是问题是 所有的美系的百货 甚至于英国系的百货 法国系的百货 进来都死掉啊 没错 都活不下去 就只有日系能够活得下来啊 这就是你知道日本的 日本的就是它的形象 我们跟它的品牌 在台湾深入人心 是 好当然这本书里面的品牌 大概会把你现在知道的 朗朗上口的日本的品牌 大概都一网打尽了 对 但它因为它品牌 因为推陈初心 一直都有新品牌在诞生 不过我们跳离开个别的品牌 我们先看了 日本的企业 在创造它的品牌 以及推动它的品牌的时候 跟其他的这些的 这些国家的文化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 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台湾的百货公司 几乎全都是日系的品牌 好像它只有它的东西 是好东西 为什么 我自己本身研究这个问题 我发觉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是深究 我们刚刚讲 这些日常生活品牌的话 我发觉说我要整理它 并没有办法 就是说只是最近这几十年 而是我要从幕府时代的结束开始 从就是幕府解除锁国 然后一路从明治大政 然后到昭和到现在平成 那为什么会贯穿 这么多的年代的缘故的话 就在于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日本品牌的话 大部分都会出现在那个商品 或者是服务刚出现的时候 举例来讲 例如说像百货公司 其实在英国 它发明大概50年左右 日本就开始跟进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三月 发表百货公司宣言 那它从发表百货公司宣言之后 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您刚刚说的 不管说是SOGO 伊士丹 三月 这些百货公司 几乎全部都是在那个年代 它已经第一步就跨入 就是百货业 而且他们都是从和服店 从和服店跨进去的 那所以我们 可是相对的来讲 你就会觉得比较有趣 就是说 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后 反而也不太容易出现 新的百货公司品牌出现 或者是说虽然有 可是它在名气 或者是规模上面 没有办法去比较像那些品牌 那同样的情况 除了我们刚刚讲百货公司之外 包括汽车也是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Toyota 刚刚讲的Mizu Bichu等等 Mazda 全部都是也大约都是在汽车 大概刚进入日本 大概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些品牌出现了之后 他们一旦能够巩固 他们在市场的地位 后面的人就很难 可以跟他们在产生竞争 或者说在切入这个市场 对 那所以它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在各项商品跟服务 都一直跟着时代在往前走 那包括我们最熟悉的 7-11跟全家便利商店 他们的发展甚至可以超 像7-11它原本是从美国引进来 它甚至可以超越美国 回头去把美国的母公司给买下来 变成真正的日本企业 或者是说曼秀雷敦 也是一样在日本发展到后来 反过头来把原来的美国的公司给买下来 所以我都觉得就是说 怎么样子去掌握 就是说这个时代的脉动 然后抢的先机 可能会是这些品牌 他们之所以这么成功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日本很厉害 他们非常擅长于把其他国家的 很强势的产品或者是品牌 本土化变成是日本 当然台湾某些方面来讲 其实也很厉害 比如你刚刚讲的7-11 我觉得便利商店到了台湾之后 它又是一个新兴样貌了 而且我觉得青出于蓝胜于蓝 出于日本胜于日本 我觉得台湾的便利商店 现在的竞争非常的厉害 它基本上是一个 你看不见的百货公司 其实我们的便利商店里面 是百货公司概念 虽然每一个店大概30瓶左右的空间 可是那个评效之高 商品的内容之多 甚至于比百货公司更多 好那这本书 日本经典品牌诞生物语 作者在我们现场李仁一 他在台湾在广告行销商业圈子里面来讲 其实已经二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对于这些品牌 以及品牌的经营的凉弱执张 尤其在广告 因为广告帮人家推广告 作为一个广告的平台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哪一些品牌进来的时候 他会成功 哪些品牌进来的时候不容易成功 这不只是商业 有时候包括像现在选举快到了 你看这么多的车厢广告 这些跟李仁一都有关系 你大概知道 为什么有些候选人 那个广告就会红 有的就不会红 其实他大概都有一些的逻辑 这逻辑不只是商业 而是行销的核心概念 没错 所以透过这本书 透过李仁一 我想让大家在这方面来讲 多捕捉一些 我建议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 回头之后我们再来看 就在这种品牌的行销 日本的这些的品牌深入 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你看到 OK比如说在前两年 你看到大陆的观光客去日本 最后你就扫货 对没错 他们今天注意到什么的时候 他就扫 然后那个货 从日本市场马上就缺货 但日本一则一喜 一则一游 他会有一点点困扰 因为你们都扫完了 其他就买不到 我生产会跟不上 台湾过去几年 甚至有一个在便利商店 卖的巧克力 那个巧克力叫什么 雷神 对对对 像雷神巧克力 你说真的很好吃吗 拜托10块钱一个 比它好吃的巧克力太多了 可是你看那卖到 就是说缺货 连日本都觉得很激烈 你们到底是在封什么 你来日本买吗 随时有 为什么台湾会缺货呢 对我第一块 第一块吃到的雷神 那个是我们董事长张小燕 不晓从哪边搜搜刮 来分我们主持人一点点 大家这么的珍惜 那一身巧克力 品牌行销真的很厉害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李仁一聊 35分12秒 好 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 现场的李仁一 他长时间在行销广告 以及就说媒体通路的这一块 他出了这本书 日本经典品牌诞生物语 他过去曾经书写过 在专业当书写过的日本品牌 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集结 在分类 分类之后你才会非常惊讶 你看了之后 第一个你会觉得 这些品牌 对他们怎么会经营的这么的成功 而且不是只有在日本 在台湾深入人心 因为台湾人去日本旅游的太多了 一年几百万人次 台湾人会到的地方 一定会有一些很特别 比如说药妆店 那个几乎完全为台湾人准备 你进去完全就是台湾的味道 台湾人喜欢东西 里面琳琅满目 他去扫一堆 如果扫回来之后 你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 也不一定 可是就是那种的文化 以及对他的 对日本产品的信赖度 这个就很厉害了 你能够让台湾人 让大陆人 让所有人去日本 觉得对这个东西很信赖 但是你说这些药妆店 如果欧美人士去 他会很感兴趣 那就不会 他们就未必这么感兴趣 因为他对那个东西不熟悉 所以品牌的熟悉度 是很重要的 不是东西好不好 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谈到 像去英国 英国你看到英国的Harrows 他的指标的百货公司 Harrows你去看的时候 你去伦敦看Harrows 精不精彩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elegant 非常的英式 他每一层楼的那些城色 然后卖的东西 我觉得好极乐 可是他没有办法进到台湾 没错 进到台湾就觉得 那个百货公司不好逛 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好吧 他们经营品牌的特别地方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特别在亚洲地区 因为我觉得 您刚刚一开头也有提到 台湾有50年的 日本的一个殖民的情况 其实我们对日本商品的一个 接受度可能真的就如您所说 大概全世界最高的 因为就像您刚讲 药妆店 我们到现在到日本 我们还殖民说 我们要买正牌的真鹿丸 是 真的 那你说真鹿丸的话 欧美人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味道 开玩笑 这玩意儿吃得下去 可是台湾人会觉得 OK OK 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讲真鹿丸 真鹿丸 可是没有人跟你说过 就是说 原来这玩意儿还得从日俄战争 开始讲起 这个就是他有趣的 就是说 一般我们只知道真鹿丸 可是可能连 他为什么要叫喇叭牌 原来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 要吹军号 所以要有一个喇叭 战场上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对日本就是因为 就是有这一种 有 我把它称之为 剪不断理排乱 就是说 这个中间的纠葛 真的太深了 那或者是说像 另外的话 我们说 女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就说 和中酱汤 中酱汤 对 欧美人大概也没办法接受 可是中酱汤 我这边就有一个 还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中酱汤好吧 我们都知道说 中酱汤是日本的 那实际上 他的中酱汤的故事 更早 要从一千多年前开始讲起 而且那故事 根本跟白雪公主很像 反正也是有个公主 然后被坏继母给欺负 然后最后再有个 就是happy ending这样子 可是这个中酱汤 就是从这一个逃难的公主 她所带出来的药房 然后演变到后来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酱汤 那我刚刚跟那个唐先生讲 就是说中酱汤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可能想不到 就是说巴斯克林 洗澡的 洗澡的巴斯克林 其实跟中酱汤 有很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 一个是吃的 一个是洗澡 有的 原因是因为就是说 当初中酱汤在发售的时候 因为是用中药 然后中药制作的时候 会剩下一些废药材 然后那时候的老板 他会觉得说 这个废药材丢掉 好浪费 他就说跟员工讲说 大家就带回去吧 药浴 对 现在药浴多流行 没错没错 所以说那些员工 他们就把这些拿回去泡汤 结果泡到汤 回来跟老板讲 就是说 这个泡起来很舒服 泡起来可以 然后那老板一听 醒得通 他马上就把这些废药材 另外包装一下 然后就开始贩售 叫做预济中酱汤 一下从吃的变成泡的 然后预济中酱汤卖的不错 然后生意卖的蛮好的 可是开始有人跟他反应 就是说 你这个中酱汤这个药育 冬天泡起来很舒服 夏天真的有点受不了 夏天太热了 结果他一听也对 所以他就另外再找一个大学教授 帮他研究新的配方 这个新的配方一出来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巴斯克林 所以实际上巴斯克林 要讲他的缘由 还得从中酱汤开始讲起 好 这品牌的典故很多 因为你来之前 我都确实对于日本的 这些商品的品牌 跟文化深入人心 我一直很好奇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好奇 所以在读这些品牌故事 他有些趣味性 你想我们从出生开始 我们对这东西 自熟悉之性来 不只是女生的中酱汤 你想真露丸 当你有肚子等的残味问题 但更小的时候 从表菲米 对 从wagamodo 这都是药 可是大家就觉得 不把它当药了 你就吃得很习惯 那都朗朗上口 都觉得好像 这个是你们家里面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是日本品牌厉害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其实 食衣住行 几乎都逃不过日本品牌 你包括大到像是车子 电脑 这些3C产品 然后到你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生活当中 最细微的部分 药妆店里面 一个可能几块钱 十几块钱东西 你都觉得日本是很好的 好 那最近比如说 大创 我们来聊聊大创 大创最近的话 都要话题性很高吧 OK 那大创 因为之前被怀疑说 是不是进口的 日本核弹区的食品 用这种的廉价食品 因为它的品牌定位很清楚 就是很廉价的商品 可是你想廉价商品 我们觉得便宜没有好货 可是大创不是啊 大创你进去看的时候 它有些很便宜 可是你再看到 哇 我觉得匠心独具 就是它很贴心的 帮你设计一些 比如厨房啊等等 用的都是文具啊 在大创厉害的地方 那大创这样的品牌 为什么也能够行销世界 是 大创其实它的一个发展 就是源头真的超有趣的 就是说 因为一开始的创办人 我在书里面有写 也就是说用时下年轻人的说法 叫做鲁蛇 就是loser OK 失败者 他完全真的 你说他是真的是 撤头撤尾失败者不为过 因为他甚至 他大概在创造大创之前 他大概换了九个工作 而且甚至还欠在半夜 我们说糟楼 真的在半夜糟楼 夜逃屋 需要夜逃屋 对 真的是夜逃 真的是夜逃屋 然后跑路又的 然后结果就这样 七转八转之后呢 然后到最后他就开始也就是贩售 这所谓的百元商品这样的店 可是实际上那时候 还没有所谓百元均衣价的概念 然后可是他是怎么样 因为别人就好像就是说 百元是日币百元 日币百元 除以三 对 大概三十几块 那如果说是对应日本的所得物价的话 其实真的便宜到 超便宜到 台湾好像花十块钱买个东西是 结果就是说别人都是 我今天例如说进货八十块 我卖一百 进货九十我卖一百一 他们大概都这样子 那可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做 可是一个人做生意太忙了 就他来不及贴标签 就他就他就想说算了 他就说算了 我全部都通通卖一百块吧 比较简单 对 比较简单 算几样东西就好了 收多少钱 没有错 那所以他就完全不计成本 所以说有时候你买的一百块 在当年 他的一百块卖的东西 可能成本是九十几块 都有可能甚至超过 可是反正我就一百块全部都卖 所以让人家产生一个口碑说 大双东西虽然便宜 可是东西很好 然后所以他就开始慢慢打出他的江山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 您刚刚有提到 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 日本的品牌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我这本书推出之后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 天哪他到现在才知道说 龟甲万原来是日本的品牌 酱油 听也像啊 可是他们已经就是如您所说的 他们都以为是台湾的品牌 对 因为他在广告 或者是说各方面的行销 已经都深入人心 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就是 都本土化 都本土化 自然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好像说 沙龙巴斯 我们以前说 如果说曼秀雷都没有改名字 现在我们说 那种都台湾的讲法 你会觉得说 那个就是我们从小看到他 不就是在身边吗 结果原来是日本品牌 对啦 台湾因为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台式日语的文化 那个日本人听不见得听得懂 什么都很习惯 我们讲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些的产品 它就是本土化了 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以为是在用台湾的东西 但其实那都是日本的东西 没错没错 那是他厉害的地方 好 因为这些的 这些品牌 因为太成功 太太深入的人心 让我们在使用这些商品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 都不设防 对 不管你的政治厉害 有的时候有政治热起来的时候 亲日反日 大家会抗议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品牌 几乎都不受影响 是是是 就表示说它已经完完全全 深入到你生活里面 没错 他们其实有几个品牌 在过程当中 是非常具有意识的 要走向国际化 例如说像卡西欧 我自己本身写的这本书 我才知道 原来它来自日文的姓氏 叫肩尾 肩尾的发音就是卡西欧 可是我在写之前 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个联想 那或者是说像Sony或Panasonic 这种品牌的命名 就已经就是很清楚 就是朝向世界化的一个走向 就取一个你觉得在英语发音 然后再特别像Panasonic Pana跟Sonic 这是两个英文字当中来讲 很清楚的 就是说自首跟自根 结合在一起 我行销世界的时候 我不用再去解释一个日本名字 我如果今天用一个很日式的名字 大家可能在西方世界 可能就不太懂 但是Panasonic 或者像是Sony这种的品牌 当然都很好辨识 而且在语音上面来讲 那也很OK 日本其实他们在商品做全球行销的时候 尤其在80年代的时候 Japan is number one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日本已经快把全世界都买光了 那个非常强势的时代 是日本的商业 日本品牌大崛起的年代 过去当然也很好 可是我说他真的日系品牌大崛起 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即使大家觉得日本过了二三十年 在经济上面相对黯淡的 低迷的 这个很平缓的 就低度成长期 可是他的商业仍然很强 所以日本如何经营品牌 我觉得对台湾的企业经营者来讲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你刚讲大创 其实不过就一念之间而已 他可能甚至没有想太多 就是我很忙 我那时间贴标签 我如果算数不好 我可能这个东西加加那个加加 可能都还加错 我何必这么麻烦 我就每个东西都一样 算十样东西 一个三十块就三百块 这样怎么简单 然后人家也很红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 他挑那些商品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坐在我旁边的李仁义 第一次来 这本书 日本经典品牌诞生物语 东美出摆设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仁义聊 是唐香龙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星期三的时间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当这家出版社的出版品 我也是第一次介绍了 虽然他们出版品 很多文学类的出版品 好 那在我们现场的 李仁义 他的这本书 原来如此 日本经典品牌诞生物语 所以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品牌是这样子出现的 你就看的时候 你除了知道一个品牌故事 会心一笑之外 我觉得我介绍这本书 重点让他知道 就是说一个品牌诞生的过程当中 他往往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比别人多想了一点 然后多转了一个弯 他就成功了 他就点到消费者心里面的 某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就是说 就是那个会让你引起 共鸣的东西 那个品牌就在你心里 就住下来了 当然这个品牌不见得 一个品牌在日本很成功 在台湾很成功 不见得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 他基本上面都有一些的特殊的 能不能够接地气 对 没错 未必 未必都能够接地气 但是有许多强势的品牌 他确实 要不然就全亚洲都很成功 要不然就全世界都很成功 比如说Toyota 对 那你大概不用再多解释Toyota是什么 他在汽车 今天即使是Trump Donald Trump上来之后 对Toyota 对你上还是很头痛 不晓得怎么办 我把你的关税拉高 我逼着你到日本来 到美国来生产制造 就是打不死你 美国的汽车就不是它的对手 即使Tesla上来了之后 Toyota或者是像是 尼桑这种的品牌 它仍然是 仍然是大家信赖度很高的品牌 好 那我们再看 就是说这些的品牌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讲 我们比较熟悉 我们再讲一个好了 摩斯汉堡 这个我想大家总应该 吃到摩斯的机会很高 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跟麦当劳 虽然还没有平起平坐 以电数来讲还没有 但是最少在都会区里面 他已经非常的强势了 为什么办得到 其实摩斯汉堡 他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大概所有的品牌 一开始 就是说这个品牌开始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就已经介入这个市场 成功的机会的确会比较高一点 例如说像实际上 日本的麦当劳跟肯德基 也都大约是在1970年左右 才进入日本 然后摩斯汉堡 他就是在1971年 没有 麦当劳是在1971年 甚至进入日本 然后摩斯汉堡 也就是差不多在1972年 隔年的时候 他就诞生 那可是当然就是说 在经营的做法上面 就好像就是说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我不是就是很慢的速食 你应该把我定位成很快的餐厅 他们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是 我是值得你等待的 他的速度确实比麦当劳要慢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都是要现做的 没错没错 那我把它称之为就是说 其实这个就是不同品牌经营之间的一种 一种经营概念 定位的问题 对定位的问题 我曾经有跟那个就是一些餐厅老板 我跟他提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要选择做米其林 还是麦当劳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option 对 你要做米其林的时候 那很抱歉 你的营业额绝对没办法像麦当劳 是的 可是当你要选择说麦当劳 充这么大的营业额 这么高的收益的时候 对不起 你的美味绝对比不上米其林 这个是一种只能做取舍的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就是说摩斯汉堡 它是比较是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他在 他会 他的中心思想认为 就是说美味还是最关键的一种 所以他宁可多花一点时间 就好像很坚持说 你order了 我才开始制作 而不是说可能就你会看到说 有一排已经几个汉堡在那边stand by 对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讲到那个摩斯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摩斯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 才开始展开海外的拓点 而第一个拓点的地方就是台湾 他们很喜欢拿台湾食物 没错 没错 其实最近大家会发觉就是说 因为日本的市场已经有点停滞 然后他们很难再有所成长的时候的话 所以最近为什么那么多日本的餐饮品牌 拉面店都来台湾 我们就直接聊拉面好了 因为拉面进来的太多 但这几年的时间 你看到外来投资的金额没有很高 但是件数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进来都是开拉面的 那可能开一家店两家店 那可能当然他们也有日本的厨师进来等等 可是拉面 为什么在台湾也红成这个样子呢 就面嘛 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是啊 而且以台湾人来讲还珍贵的一碗面 对 相对于台湾的牛肉面等等 拉面真的比台湾的本土的面要贵很多啊 是啊 不过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 这种对于说 我认为说这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说很熟悉的异国 什么叫很熟悉的异国 就好像您现在目前说拉面进来 虽然那么贵 台湾人趋之若鹜 一栏 对不对 那个就是门庭弱势 大排长龙 可是您知道吗 最近这一年了 有一个很有趣发展 就是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日本卖的时候也是一样 也很红吗 也很红 也很贵 可是一样大排长龙 对 台湾现在可能 大家最熟悉的呢 就是Bubble Tea 是最熟悉的 对珍珠奶茶 那或者是说 像我刚刚提到说 Ice Monster 这个芒果冰 它在日本表餐道 第一家店开幕的时候 它的排队人 大概排了差不多快一公里 800公尺多 因为芒果冰 是日本观光的 来台湾必吃的 他们太熟悉 而且太喜欢台湾的芒果了 没有错 那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如同刚刚讲的 这种 我们对日本的这种熟悉度 或是说喜好度 拉面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再怎么样 好像比意大利面来的好一点 对 好奇怪的感觉 好奇怪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说商品行销 品牌其实是一种感觉 没有错 就是你说是不是真的 它的东西比较好吃 比较好用 我不敢讲 当然它也很好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感觉 没有错 对 可是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在行销里面的话 这种所谓的感觉 熟悉好感 其实都去塑造了 这个商品的价值 让我们相信 愿意为这个价值 去付出更多的一个花费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分享 日本经典品牌故事的李仁毅 谢谢 谢谢唐先生 谢谢各位听众 好这本书呢 东美文物都在东美出版 那你可以呢 在视频上面 在网络上面呢 都能够找得到 我待会呢 进广告 进新闻 之后 我要访问一位 今年我第一次访问的来宾 基隆市长的参选人 谢立功 你让你好好的认识一下 谢立功